接著我們要做散落筆刷 散落筆刷不能用漸層 但是能用漸變 很好玩喔 所以我們先畫一顆星星出來之後呢 先打上一個自己喜歡的底色 好了之後 Ctrl-C,Ctrl-F Shift-Auto接按著 由中心點等比例縮小 然後再幫星星畫個色彩 接著我們利用漸變工具呢 各點一下產生漸變自然的漸層 好了之後呢 筆刷打開 把星星直接拉進來 我們就選擇散落筆刷 好,確定 好了之後呢 直接確定就好 先不要管它 請將星星拉開來 接著呢 在我們畫面上 利用鋼筆工具 隨便畫一條曲線 好了 唉,點一下喔 就長這樣子 不好看嘛 所以接著我們把散落筆刷呢 左鍵點兩下啟動開來 那接著把尺寸間距散落旋轉 都改成隨機 讓它自有的變化 我們現在看到的星星大小 就是百分之一百 我覺得太大顆了嘛 所以就把這一百先縮小一些些 然後另外一個再縮的更小一點點 現在我們星星大小 就是原本的百分之十六到五十二的大小而已 那接著間距的話呢 則是星星之間的距離 那我就讓它近一點點喔 密集度高一些些 散落的話呢 則是星星跟路徑之間的距離 一樣我們可以去拉動它 旋轉的話就隨便的啦 怎麼轉都可以 那這邊有很特殊的功能 叫做上色 旁邊有個燈泡打開來看一下吧 上色的話分為這幾種 如果我們選擇沒有上色的話呢 就是不能改變色彩 然後色調的話會偏淡 色調極濃度的話會稍微重一點點 那看到色相微調 顏色會百分百呈現出來 對照一下 所以A8我們都直接用色相微調居多 好了就確定 然後改成色相微調 然後我們必須要不要套到筆畫上 你就套用到筆畫 它就會跟著改變 如果效果不喜歡的話 可以再點一下 每點一下效果就會跟著變化 都長得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把色漂面板打開之後呢 去換配色 色相微調 顏色會很重 所以如果覺得效果太重的話呢 你必須再把它的上色方法 改成其他的 散落筆刷